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美团 简选原因是中港股市向好 加上春节餐饮旅游消费暢旺 资金重投美团 美团昨天收市升超过3% 收报79.75 北水正买入5.6亿 短线仍然有反弹动力 内地冲春节期间的消费数据显示 美团早前公布 春节假日日军吃喝玩乐消费 按年增长3.6 较2019年增长超过155% 餐饮方面 出节假期头5天 全国多人堂食套餐 订单量增加161% 二地消费者贡献的订单量增长186% 旅游方面 年三十至年初八的旅游消费 包括酒店民宿 景点门票和交通等等 提前预订量增长大约7倍 休闲玩乐相关的订单量增长190% 洗浴中心 养生按摩的订单量增长210% 策略上 美团近日是延续反弹的趋势 可以在75元左右买入 短线线上往去年12月大约85元的位置 出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